建到Adapter,然後再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的這個動作呢,實際上就是在哪邊完成的呢? 就是在後面這一行 就是一個叫 Review.setAdapter setAdapter再給他剛剛我們建那個Adapter 所以那個Adapter有點像是 我預先先把他們先放在 就好像你要進教室之前,你先在外面整好對再進來 那裡面有裡面的位置,外面有外面的順序 那就是一個Adapter的概念 那這個Adapter概念呢 在Android裡面很常見 非常 不只是文字,不只是圖喔 文字也是這樣子 像This View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同學 This View那個Adapter概念沒有的話 你要是把那個 一些大量資料放在Android裡面就會是一個問題 還有另外會配合像什麼 配合像Database也是一樣 像那個Android裡面有那個SQL Lite的那個Database 如果你沒有Adapter概念的話 那很麻煩的 你就沒有辦法 知道說怎麼樣一筆一筆的把資料寫到你要寫的位置上面去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 再 我把畫面 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是我 雲端上面放的 那基本流程是 這樣 就是第一個我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這個類別 那類別就是建在下面 對不對 然後產生一個實體Adapter 那告訴他說List List指的就是說現在Activity是誰啦 也就是說現在誰當家啦 反正 教室裡面老師是誰 或者你 你要先知道嘛 List指的是這個Activity 所以他傳遞過來之後的話 會傳給 傳過來的名稱叫做這個 那我就丟過來之後 那就 再丟給什麼 我內部的這個 就 只是我換個名稱而已 比如說換成A 那將來的話呢 要畫出來 我需要底下 要實作 其實就兩個 一個是知道說總數 總共你要畫幾個小說圖 另外的話呢 我一個Possession Possession 就是知道說 他會 從第0個 一直到 第 總共有幾個 比如說這邊總長度是6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 他的正列長度是 減1嘛 就是 從0到5 然後幫你畫出 小說圖 那小說圖的說放方式是自中 並且 縮小 縮小 然後呢 大小大概 我前面是用100 寬 然後高的話 80 我把他稍微縮小一些些 那最後把他Return回來就完成 Return回來之後的話 最後記得要 再做一個動作 SET一下 SET ADAPT 給他 就是把他塞到那個greview 裡面 就可以看到 小說圖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剛剛做出來沒有問題的話 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說你有很多很多的小說圖 他就一張一張幫你放進去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要 如果你喜歡攝影的話 那你就可以 把一些照片放在你的相簿裡面 讓人家用小說圖先看 看了之後的話 點其中一張 那就可以繡這一張 不過呢 點了其中一張 要繡哪一張的話 剛剛還沒講完 實際上 還沒有做這個 這個實作 這個 因為我要 必須要在上面做一個事件 當我點了其中一張 我show那一張 可是問題 我怎麼知道點了哪一張 那特別注意 我們一樣 可以在哪裡呢 在greview上面 特別注意 你要建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名稱呢 在那個button上面是click 可是這裡是on item click 有沒有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item 特別注意 那這個item的話 會多傳給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你點了哪一筆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要點了哪一筆資料 也就是說在這個greview上面 建了一個叫set on item click 然後呢 new一個什麼呢 也叫這個地方你可以加一個greview 點 on item click 他會 實作 所以你這邊的話 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這個地方 實作的方法 我這邊再做一次 個概念 new一個什麼 這邊set 從這邊好了 流程基本上 這樣 比如說set greview點 什麼 set 打一個set 它會自動出現 什麼click 那你請你找一下 打一個 傳 點 說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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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